大家好,我是亥犬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最新角色攻略 资根鸟平民竞技养成配对简单明白的通用辅助 在之前资根鸟只能在追击队用的言论 它能放倒所有的队伍里使用 甚至呢,感觉可以跟软梅稍微摆一摆手腕 战机 简单粗暴三回合的增伤 这里的三回合是根据资根鸟自己的回合走的 它动一回合就会减一层 大招开启音响 全队队友听到直呼上纳 立刻行动去斗敌发 但是鸟的缺点也有 首先是这大招 160的充能 开启有点慢 然后是开启大招不惨技能点 是某些吃斗人 没有花货可能不太好 还有就是它根据自身的攻击力给队友增伤 身板就会比较脆 因为都在叠攻击力 甚至不如某些纯弧角色扛动 简单介绍一下配队 正如开头所说 什么队伍都能用 首先最好的呢 肯定是我们的伊托儿杀鸟追击队 但是造价太高了 更何况托帕和枝根鸟一起复刻 就算各位的身体反省 但是各位的钱包可能不太行 其他队伍的话 黑塔 鸡子 枝根鸟 这套阵容 打虚构叙事 黑塔 人人都有 有些新手兄弟 正好 没个二队 养这一套 二队呢 也暂时配置 未来呢 还能用来打虚构叙事 不用担心养的白养 没有鸡子的话 没事 也换个真理医生 人人都有 再有就是卡夫卡黑天鹅织羹鸟 效果也不错 不用担心缺技能点 毕竟黑天鹅不是每个赫赫都放阵 第三套就是 这个克罗玉克拉拉罗刹一攻的队伍 放个织羹鸟 效果也不错 怎么感觉最近什么角色 克拉拉都能赫他 合理怀疑一手 他是切决 除此之外 其他的队伍什么的都差不多了 配队是活的 人是死的 空歇幅度哪都能放 明火变通一下了 光锥方面 服专舞之外 油光一彩 我比较推荐的是 布洛尼亚的光锥 但战斗还未结束 软煤和花火的光锥也OK 但是应该没有 多少人有多余的 四星武器里 万用的大月卡光锥 漏月柴云 还有版本活动赠送的这个新的 为了明日的旅途 可以用 但是没有充能 只扣分项 这时候新手都说了 我以为这上面我都没有 活动还没干出来 我又什么过渡呢 三星的轮器你总该有吧 还有一种情况 你给物理C去打火柱的时候 什么克拉拉爱 银芝 李大战 我脆脆杀爱 这类的宏树心角色 用这个与行星相会也OK 但是给其他人辅助的话 这个光锥就没有什么用了 再看看仪器的使用 这就有点多了 外圈我们可以选择 角斗士加优索 这个二攻击加二攻击的套装 也可以选择 二信使加二这个快枪手 攻击速度套装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 角斗士 无所欲不随 如果你有多余的拳王套装 就是这个四无礼套装 也OK 内圈的选择它也不少 温瓦克 空间站 不老的先舟 都可以 我比较推荐 温瓦克 它主要是可以让你 只跟鸟快速两动开启大招 但是记得速度又在120以上 属性上的选择 衣服 我们可以选择 攻击力 鞋子 可以选择 攻击或者速度 球的话 我们选择攻击力 绳子 带 充能 别说我抢小孩那些东西 本来就是给苦客拿去玩 这里我们说一下鞋子的这个速度和攻击的选择 如果你的套装 像我一样戴的二攻击加二攻击 我建议你戴个速度鞋 二攻击加二信使的速度 你可以选择戴攻击的鞋子 四拳王套装 直接戴速度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小属性的速度加的特别多 哭哭往上加 那你就可以选择戴攻击鞋 保证速度在120 OK啊 行计加点 战绩和大招还有天赋肯 肯定是都要点满的 优先顺序的话 先点战绩 再点大招 最后点天赋 普攻不要点 如果你资源多的话 我可以点吧 视频的最后 给点建议 新老玩家都适用 有些兄弟想抽资羹娘的命座 如果你有多一个金的预算 你可以选择抽一个命座 光追可以先放 如果你是普通人 只是刻个月卡什么的 那我建议不要抽命座和工具 斩着多抽几个角色 谁类的话可以考虑角色加光追 辅助生存位 你要我角色就行了 你手里角色够多 还够用 打什么关卡你都可以辨证 什么奖励都能拿满 我自己是这么玩的 就是角色一堆光追备用 除了谁的狗狗 玩下来还是很舒服很不错的 最后呢 发一段出只跟鸟的片段 终于不歪了 前面连歪五次大保底 四次150之后 今天终于不歪了 大家可以祝贺一下 希望把今天的这份欧气 也分享给你们 OK 喜欢的话希望给点点赞 非常感谢 猜猜我这182抽抽完还能剩多少的 没电果没电果 七十抽 哦七十抽出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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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只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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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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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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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跳 来了 nice 终于打断我五连歪的抹住了 我不是非洲人 我不是非洲小吃 ni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